为了鼓励民众施打新冠疫苗 法国卫生部长维宏以身作则 只见他卷取衬衫的袖子 但拉到一半发现卡住了 只好走到屏风后面脱下衬衫 可能是面对太多的摄影镜头 害羞的部长右手紧拉着衬衫遮住胸前 露出了整只左手臂 完美的体态完全不像是大众认知的官员形象 你告诉我当你踢 我已经踢了 啊真的 你没事吗 啊吧 可以 四岁的维宏同时是一名神经科医生 他以65岁以下的医师身份接种疫苗 坚持着手臂肌肉 若隐若现的胸肌 再加上利落的锁骨线条 让网友们为之疯狂 大家纷纷表示只看到部长的二头肌身材好好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要发起联署 要求维宏打第二剂疫苗时 要松开胸前的衬衫 同样因为打疫苗爆红的 还有墨西哥这名医生 身穿白色的衬衫 佩戴的护目镜 口罩露出半边肩膀 让医护人员施打疫苗 这名眼科医生艾利克斯 也因为身材壮硕 意外地登上了全球媒体版面 记者五家闲发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